新加坡莲花一灵问 师尊佛安 师母吉祥 弟子有以下的疑问 请示师尊 请示师尊同门在家布置的谈成 供奉的今生能够拥有同样 两尊相同的吗 例如同门结缘的今生 谈成上已经供奉了 请示师尊 还可以接受在自家谈成供奉吗 两尊相同的 问你们可以不可以 两尊相同的 莲花筒子有两尊 如果说是莲花筒子 笔的手印都是一样 一只手磁莲印 一只手手法印 两尊通通一模一样 一个模子出来的 涂同样的颜色 可以公共同在谈成吗 他问的 可以 还是不可以 大家就讲可以 谁讲都可以的 大切也讲的 加一个多吧 都可以 因为你有两尊嘛 你一个谈成里面有四家蒙利活两尊 同一个模式 当然共在一起也无所谓啦 不共啊 你既然多了一尊 不如把这一尊拿去卖啦 有两尊嘛 对不对 一尊 一尊就代表 就是生嘛 谈成的今生 都代表佛的生 佛的生 供奉经典是代表佛的口 供奉舌利是代表佛的意 神口意 因为佛也会分身 所以你当然可以 你供了五尊的 释迦牟尼佛 都可以 没有错 你全部谈成上 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 都可以啊 对不对 那何必那么多呢 生就一个 他也会分身很多 所以叫多可以 其他呢 你可以送人 可以卖 卖就变成贩卖如来 好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 声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